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時間4月20日星期三 歡迎收看新聞熱點 我是王曉祥 以下是新聞記的詳細內容 目前俄羅斯將重心轉移到烏克蘭東布頓巴斯地區 19日烏克蘭情報單位公布多頁文件 說俄軍正計劃軍事入侵白羅斯 俄國外長拉夫羅夫表示 頓巴斯大戰非常關鍵 不打算更換烏克蘭政權 烏克蘭國防部情報總局 在官方Facebook貼出多頁文件 說俄羅斯第一裝甲集團軍正在為入侵 和佔領白羅斯領土做準備 在操縱白羅斯的總統選舉之後 俄軍制定了一項入侵該國 並鎮壓廣泛抗議活動的計劃 烏克蘭國防部情報總局說 俄軍佔領白羅斯的藉口是避免俄國 在歐洲地區和西方的北約成員國 發生區域性或大規模戰爭 此前烏軍情報顯示 俄軍已經接獲指令 必須在俄羅斯慶祝二戰戰勝納粹德國的勝利日 即是5月9日之前結束戰爭 如今戰士受挫是否打算轉移目標 攻下白羅斯來向普京交代引發外界好奇 同日拉夫羅夫對印度傳媒《今日印度》表示 這個行動的另一個階段開始了 這樣將會是非常關鍵的一刻 我們不會更換烏克蘭政權 瑪利烏波爾的壓粗鏈鋼廠 是歐洲最大鋼鐵野鏈廠之一 過去每年生產超過400萬噸粗鋼 為數萬人提供生計 如今這座鐵廠因為其綿密隧道網絡 可以抵禦轟炸和封鎖 正充當被護所和數以千計烏克蘭戰士的最後抵抗陣地 包括很多亞粗營戰士 亞粗營是烏克蘭訓練最精良 而且最引發爭議的軍事單位之一 時評日藍述認為 不論他們還能堅持多久 基本上他們對俄烏目前雙方的軍事態勢 已經不會產生大的影響 現在主要是烏克蘭東部和南部 主要是頓巴斯地區 雙方的戰爭態勢在即將到來的大戰當中 這個大戰的最後的結果是什麼 在很大程度上能夠決定 未來烏鵝雙方在談判桌上雙方的最後籌碼 華府智庫戰略企國際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員 澳洲退役陸軍少將萊恩推文分析 如果俄軍完全奪下頓列茨克、盧金斯克兩州 連同在烏克蘭南部奪得的土地 就可以聲稱達成這次特殊軍事行動目標 藍述認為美國和北約從4月初開始決定 將北約手中的一部分 前蘇聯製造的一些坦克和裝甲車 這些是重武器提供給烏克蘭軍隊 這樣這部分重型的進攻性武器 他們總共有多少?現在到了哪裡? 能否及時送到前線的烏克蘭守軍的手上? 這個是在很大程度上 能夠決定即將到來的頓巴斯地區 戰役的一個關鍵因素 19號 澤連司機表示 烏克蘭可望在幾個星期內 獲得歐盟入會候選資格 而歐盟成員國當中第一個宣布 允許公民參戰助烏抗俄的丹麥 宣布將會增加它在北海的天然氣開採量 以減少依賴俄國銀元 歐盟執行委員會主席冯德萊 因8號造訪烏克蘭 親手將入會問卷交給澤連司機 而他已經將兩冊填塗的問卷交給 歐盟駐烏克蘭大使馬西卡斯 澤連司機告訴馬西卡斯 我們相信烏克蘭會旺德支持 成為加入歐盟的候選國 接下來將會展開最後的審議階段 我們真是相信 這項程序將會在未來幾個星期內展開 烏克蘭人民早已在心中自認是歐洲的一員 馬西卡斯表示 烏克蘭潮住加入歐盟再邁進一步 很榮幸收到澤連司機總統的歐盟入會問卷 非常短的時間 非常緊湊的步驟 非常快的速度 澤連司機莫遼葉爾馬克表示 烏克蘭可望在歐盟6月舉行領袖高峰會之後 取得候選國身份 接下來將會展開入會協商 歐盟應該會加速啟動相關流程 烏克蘭將會成為歐盟的一員 另外據CNN報道 19日丹麥總理弗雷德里克森宣布 丹麥將會在有限的時間內 增加它在北海的天然氣開採量 以減少對俄羅斯的能源依賴 丹麥的最終目標是擺脫俄羅斯的天然氣供應 我們相信在北海開採天然氣 比從普京那裡買天然氣更好 自俄國入侵烏克蘭之後 丹麥一改過去在歐盟內的保守態度 展現力挺烏克蘭的氣魄 2月28日宣布允許公民參戰幫助烏克蘭 上個月初也宣布將會提高國防預算 並在今年6月舉辦公投 推翻先前不參與歐盟軍事戰備活動的決定 近日有網友發現 按一般規則應該被隱藏起來的俄國軍事設施 目前在Google map上皆被直接顯示 不再是模糊影像 讓全球網友都可以協助通報俄軍動態 無毒有偶 也有網友發現 中共軍事設施上的馬賽克都被燒除 軍港和軍機機場都完整清楚呈現 據美國科技網站The Verge 報導說 18日一個Twitter帳號在Twitter上發布了一組 疑似是展示軍事裝備的圖片 這條資訊大致翻譯為 現在每個人都可以看到各種俄羅斯發射器 洲製彈道導彈 指揮所和秘密垃圾堆填區 解釋度大約為每像素0.5米 莫斯科時報等新聞機構引用了這條推文 該推文的英译本也都被分享了幾千次 該推文當中至少有一張圖片 可以在Google地圖上找到 它確實描繪了一個活躍的俄羅斯軍事網站 Google發言人吉納維弗派克表示 我們沒有對俄羅斯的衛星圖像 進行任何蒙滬處理 不過早在俄烏衝突之前很久 Google蒙滬了它潛在敏感區域的地圖 包括軍事位置 然而還有很多其他軍事設施是公開可見的 Google地圖可以讓你看到 美國內利斯空軍基地 甚至著名的51區的衛星圖像 主要國家的軍隊 可以獲得不受Google任何修改的衛星圖像 自俄烏開戰以來 Google暫停在俄羅斯的廣告銷售 切斷了一些俄羅斯用戶對Google Play的訪問 並禁止俄國官媒帳戶 在它的YouTube頻道上播放廣告 同日18日有網友在Twitter指出 Google地圖上中國軍事設施沒有了馬賽克 和俄國一樣 並貼出四張清楚的衛星圖像 可見指揮所、軍港和軍機機場沒有馬賽克 全部都完整清楚呈現 對此台灣網友紛紛說 傷害不大、侮辱性極強 俄羅斯、中國省沒有毛病 19日Twitter上熱傳一個消息 一名中國學生 錄取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化工系之後 竟然在微信發朋友圈說 可以去買槍然後去轟死美國人了 接著被大翻譯運動翻譯出來 寄給哥倫比亞大學 學校隨即取消了他的入學資格 消息下方網友一片叫好 有些說大翻譯運動屢立其功 感謝大翻譯扯下這些畜生的人皮 還有些說兩面三刀的人確實不適合去美國 特別是金燦榮這一種 應該將他的兒子勸退回國 也有人回覆說 太好了就應該將這一群野豬擋在美國之外 現在很多小粉紅仇美心理嚴重 你不知道他們的骨子裡面想什麼 不要輕易放他們進入美國 很多小粉紅實際上就是恐怖主義的幫兇 有人提議說應該將他的名字畫出來公布一下 以防申請別國出來禍害人 還有人提議還需要和移民局反規下 永遠進不了美國 有人讚賞說大翻譯運動做得漂亮 讓從小就受仇恨教育的恐怖分子 永遠也不能為禍文明世界 據中共新華社18號通稿 中共國務院副總理劉鶴出席了一個重要會議 即是全國保障物流暢通 促進產業鏈供應鏈穩定電視電話會議 明確釋放信號全國統一大市場 會議說要足量發放使用全國統一通行證 核酸檢測結果48小時內全國互認 實行即彩即走即追閉環管理 不得以等待核酸結果為由限制通行 要著力穩定產業鏈供應鏈 通過2000億元科技創新載貸款 以及用於交通物流領域的1000億元載貸款 撬動1萬億元資金 建立汽車、集成電路、消費電子、裝備製造 農用物資、食品、衣藥等重點產業 及外貿企業白名單 此前10號中共發布 要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 據交通運輸部網站消息 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綜合組交通管控 與運輸保障專班14號 發布全力做好貨運物流、普通保障工作的通知 同時要求涉疫地區所在地的省級交通專班 要適時啟動重點物資運輸車輛通行的制度 按照全國統一釋養制發重點物資運輸車輛通行證 還公布了重點物資運輸車輛通行證飾養 去年12月6號 中國物流集團有限公司正式成立 據介紹 中國物流集團是國務院國資委 直接監管的又一間股權多元化中央企業 對此外界分析 中國物流集團有了 全國統一通行證有了 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意見也公布了 中共正在緊羅物股地進行著一個 不太為人注意的計劃 今日的報導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留言、點讚、分享和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